黑龙江火车过站 掀起地面厚厚的积雪 仿佛一股巨大的雪浪 有网友说 画面像电影一样震撼 特大暴雪横扫黑龙江 浮远市动员上万民众 组成清雪大军 维持道路畅通 在七台河暴雪导致电网故障 超过3800户停电 工人冒着风雪全力抢修 极端气候让大陆人员吃紧的情况更加严重 蓬勃报道 官方未解燃煤之急 原本全面喊停进口澳洲煤炭的政策 也出现松动 近期首次为澳洲煤矿办理清关 克强考察外高桥第三发电公司 他说电力是经济运行动力 发电企业要履行社会责任 防止出现新的限电停产现象 大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考察上海多家企业时 也特别紧盯人员供应 他同时也坦诚 近期在大陆境内天灾频传 电力煤炭紧缺 加上国外环境不稳定因素增多的影响下 大陆经济面临新的下行压力 TVBS新闻综合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